今晚也是选前最后一个黄金星期天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一伦 是回房桃园办团结晚会 除了请出了住住姐来站台 朱一伦还软硬兼施 一面批蔡英文胡说八道 厉头则是柔情跟夫人高板倩 用歌声唱出Gay out 希望打动选民 牵着手深情对唱Gay out 国民党总统候选朱立伦 带着老婆高婉茜 在超级星期天最后黄金时段 回到从政起点桃园大造势 干嘛住住姐请出来住讲 化解当初灌注新节 我必须要讲的是 朱立伦是不是我们桃园人啊 是 朱立伦是不是我们的市长嘛 是 朱立伦是不是有政绩啊 我们选项朱立伦是我们桃园的光荣 对不对啊 对 现场万民支持者 用力挥舞蓝色加油棒 气氛超热烈 朱立伦回老家 当然不能落下 致辞力道加倍 痛批对手蔡英文 胡说八道 做不对的地方 我们不但跟大家道歉 我们还一定能够彻底检讨 翻新改进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但是 但是 台湾过去的八年 绝对不是如蔡英文讲的 在水深火热当中 真真真胡说八道 真真真真胡说八道 真真真胡说八道 选战进入倒数 这次桃竹苗选情最为关键 来绿平均两三天 就会有场大扫街造势 但对于朱立伦来说 从小桃园出生长大 又当过桃园县长 这一局有输不得的压力 六点TV续外出其余桃园报道